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牛小咖 一行在家想必大家囤的这个咖啡豆 挂耳包该喝完的都喝的差不多了 干粮该消耗的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今天呢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在家里面 用素容咖啡来制作一杯好喝的创意的咖啡饮料 当然你用的素容咖啡呢可以是一种罐装的 这种冻干式的 也可以是这种的 这种的 或者是这种的 OK那接下来跟着我的制作步骤 我们在家里边一步一步的完成一杯创意咖啡 杯子要选好看的下窄上宽 燕麦奶加热到65度 发泡打棉 打发奶泡不要太多 只要一点点 杯中先倒入燕麦奶 再倒蜂蜜 杯底沉淀 哇塞 注意下边已经沉淀一层蜂蜜了 素容咖啡先打开 倒进杯中真可爱 我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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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水只能用一点点 凉晃两下让咖啡完全融化 倒入到拉花缸中方便等下操作 缓缓注入迫不及待 哇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神奇的一幕来了 已经分层了 一二三四层 迷迭香叶放上面 这杯咖啡真心好看 ok 那么这么一杯优雅的创意素容咖啡就已经做好了 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 赏心悦目 我都不舍得喝 我可以来尝试一下 先喝一下上边 这种燕麦的香味和咖啡的厚重感结合的非常非常好 这是第一口入口 然后我们喝的话尽量把它搅拌一下 把下边的蜂蜜和燕麦奶和咖啡搅拌均匀之后再喝 这样喝起来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把咖啡燕麦和蜂蜜结合在一起 ok 我们搅拌了之后再尝试一下它的味道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塞真的喝起来非常非常丝滑 有蜂蜜的甜香味 一燕麦的味道 再加上咖啡的味道 我觉得能用这种简单的材料和操作方法在家里边制作一杯这种创意的素容咖啡 真的是非常非常满足 ok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同学呢 长按左下角的点赞键一键三连一下 我们下期见 Cheers